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2月20日 今天 是星期一 星期一的晚上繼續跟大家說 各種就是最近最熱門的新聞 這節要說的是內地的熱門搜尋新聞 你猜也猜不到 這個 三名就是公安 我也是喜歡叫公安多些 他們本來就叫公安 後來就跟了香港 叫做警察 所以 根本 由始至終 內地有很多東西 都喜歡跟香港 你們明明 是公安就是公安 為甚麼都要改名 叫警察呢 香港的影響力 本來是相當之大 不單止對中國內地 對整個亞洲附近 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是很有影響力 可惜 這個地方 被一班人渣出賣 換取他們自己的利益 然後把整個香港 毀滅了 毀滅了香港 他們又想回復 自己的經濟利益 結果解封 解封之後依然未如理想 於是只能夠出來哭怕 這一班人 那個劣質的程度 世上難得一見 這一班人 利益被消滅 甚至乎整個家族被消滅 大有人在 這一班人 絕對 是因果循環 這是香港的方式 坦白說 香港的方式 去對付這一班 人 其實已經相當相當之溫和 如果在中國內地 情況 會嚴厲十倍 這節要說的 正正是一個這樣的案件 這節要說的是江西 有三個公安 居然是不敵 一個是醉走 駕駛電單車 的匪徒 這件事 在內地 成為了 熱門守慘 你猜也猜不到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同一時間 請大家記得 打開Pie Network 按閃電鍵 這件事就是 江西 平鄉 有兩個警察 還有一個附警 即是三個公安 調查一宗醉酒駕駛 結果 三個公安 就是不敵一名疑犯 居然被一名疑犯 就是 用刀 就是 乾掉了 字眼 先收拾一下 免得被Youtube審查 他們真的是 被KO了 結果這件事 在國內成為了熱門搜尋 有大量的內地網民去質疑和研究 為甚麼 這件事可以發生的 三個公安 都不夠一個 喝醉了酒 的人 這樣也打不贏 不是平時很有型的 那些戰狼 好像吳京那樣 又說有中國戰狼 原來中國戰狼有這種特色 這個真的充滿著 是俄羅斯風情 這個 《新經報》在2月19日報導 從平鄉市 上律縣官方說獲釋 在2月17日晚上 上律縣交警大袋 在縣城調查一宗醉酒駕駛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疑犯沒有駕駛執照 追架然後被查 疑犯 用刀 將三名警員 徹底KO 結果三個人 三名公安 搶救無效 當地警方說 疑犯已經被抓獲歸案 疑犯40多歲 當時騎著電單車 結果這則新聞 衝上了微博 和百度是熱門搜尋 引來大量內地人討論 絕大多數內地人討論的範圍 就是為甚麼 明明有三個公安 平時 哈哈伯伯 每樣東西作威作福 到最後 原來戰鬥力不堪一擊 到最後 一個喝醉了酒 駕駛大膽車的人 居然可以一個人 KO三個人 那麼你三個人 到底平時接受甚麼訓練呢 國內人 的著眼點 不是研究 和關心三個公安 的安危 反而是 看著這件事 原來 是可以這樣對抗 但一個人都有能力 將三個公安對付 這件事的重大啟示很重要 原來 就是中國共產黨 無論聘請 多少是紀律部隊 多少是解放軍 多少是國安 多少是公安 那麼 對方 人數是你三倍 都沒有用 一樣 全部被幹掉 這個訊息很重要 中國內地 這個東西就成為了熱門搜尋 很多 內地網民 不單止 就是對於 這幾個公安的 情況 就是不表示任何同情 很多人甚至乎 覺得可能別有內情 甚至乎覺得 裡面不知道會不會是官逼民反 證明了內地絕大多數的人 對於那個所謂官方 這些公安 街道辦 所謂 幫政府做事的人 在他們心目中 這一群根本就是徹底的惡棍 根本沒有人覺得他們 是在社會上 維持治安 在做好事 所以為甚麼國內經常會有 奇怪 的新聞和反應 明明 應該在正常的地方 可能會關心 那些警員 如果這件事件 發生在香港 就麻煩了 就會有一群戰狼出來 說香港有恐怖份子 不知道有沒有恐怖份子 總之 就是以一敵三 三名 受過 嚴格訓練的警員 不敵一名醉漢 如果這件事真的發生在香港 就大件事了 保證就是瘋狂洗版 在內地現在也差不多 一宗這樣的案件 就立即成為微博 以及百度熱門搜尋 不知道 會不會 公安 或者叫罪嫁 成為敏感詞 當這些字眼 那麼常見的 都可以成為敏感詞 的時候 這個國家 沒有甚麼是敏感的 一個這樣的地方 今晚的主題 很一致的再說 一個這樣的地方 十幾億人 個個只是關心 為甚麼公安那麼廢 擔心 那個罪嫁人士 一個這樣的地方 你跟我說預備要打低美國 預備要對付歐洲 預備要消滅日本 預備要吞併台灣 預備 跟美元脫歐 然後 人民幣可以國際化 我不知道為甚麼兩樣東西可以一起 跟著跟俄羅斯很友好 跟北韓也很友好 沒有外國遊客 拘捕所有的鬼佬 不准說英文 大陸經濟 都快要爆煲了 但是又會有大量的銀子 湧到香港買東西 真的可以成立嗎 我想來想去都想不到 為甚麼可以成立 他們現在是萬性做的一件事 那些藍媒 是萬性地 令到香港的藍絲 都覺得 媒體是看來都是把鬼 看來都是浪費 即是他們 將自己是官媒化 變成跟文匯大公是一模一樣 我們這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間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藏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製造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拜拜